你提出很多的政策 讓人民知道 舉一個例子 老人年輕 其實是讓民進黨在中南部 入獲中南部的基層的選民 包括農民一些工人 那這一次您可不可以請您來說一下 有啊 其實黨中央在全民大委會 提出一個光榮幸福下一代 所以大家就跟著 就是跟小孩在一起 都一直重複這樣子 好像就是我選市長 就是為了照顧一些卑鄙一樣 可是其實武都改制以後 要照顧了何止是下一代 這一代我們的老年人 還有什麼國家的發展 所以這邊我就覺得比較遺憾 那這個市議員他看著說 那市長都不辦證件發表會了 我市議員幹嘛提政策 也沒人管 那有啊 文宣上面都寫啊 天花亂墜 大家寫一大堆證件 那有的也根本不是市議員的權限 那就是下面的人給他選 所以我覺得這次幾乎是 一個沒有政見的選舉 那這樣其實對台灣的民主的進程 民主的嚴禁和意義 也不止民主的進程 就是說因為 馬英九總統 我們去年突然宣布說要改為武都 可是一直一年多以來 都沒有好好告訴大家 武都會怎麼改制 全部都護足學員 嚴格講起來 應該審政院要做武都改制 提出一個法案 然後立法院正式通過一個 譬如說武都改制特別條例 等立法院通過以後 大家才根據這特別條例去辦選舉 那現在是完全倒著走的 這個馬車不是馬在前面 車子在馬之前 先選完以後再來討論 所以我可以預言 選後一年之內 才是這個紛爭的開始 一定會帶來非常頭痛的問題 所以就有人說這個 武都選後才是真正專案的開始 那除了這個 我們知道財政的問題 對 武都的財政 武都目前負債 五千六百二十八億多 那中央政府的負債更多 那武都 尤其中南部的縣市合併 那包括台北市是原封不動 台北縣只是改為新北市 朱立倫在做廣告的時候就說 馬上新北市從12月25號以後 就又要增加一萬一千個公務人員 而且新舊公務人員通通薪水會增加 那其他縣市也是這樣 所以我就問選民 我說你知道武都你們選了半天的結果 是把我們的納稅錢 又平白又養那麼多的公務人員 然後他們的薪水又平白增加五千 最低的增加五千 最多的增加五萬 還有所有的市議員的薪水都非常的高 那這合理嗎 這個就是說下面大家真正要面對 很遺憾我們的市長候選人 應該在選舉的時候 就應該把所有的問題講清楚 可是這次選舉是沒太遺憾的 對 就是除了這個財政的問題之外 那這個行政區域的這個調整 如果說不審慎處理的話 這個有學者也預測說 國土規劃恐怕會崩盤 我完全同意 而且會嚴重影響我們的永續發展 因為會變成富都 窮縣 還有鄉鎮全部會泡沫化掉 因為它將來的統籌分配館的比例 給鄉鎮就剩下9% 那麼多了319 鄉鎮剩下9% 所以那個都完全泡沫化掉 那比較重要的是 富都裡面縣市本來就發展不平衡 所以將來縣市合併 怎麼樣和平和合乎公平正義 那幾個核心的都位可能會很吃香 可是就是縣市整地圓 還是有很多邊緣 那我就可能也被邊緣化 那另外對其他的十四縣跟三四不合理啊 台中縣市合併 那對旁邊的彰化 南投 雲銀來講 那情額一開 所以就是非常不務責任 而且非常不合理的運輸改制 那副總統你覺得這些窮縣啊 現在怎麼是三級的窮縣啊 那他們該怎麼辦呢 我也不知道 這個應該就是 行政院馬總統要跟大家交代一下 因為這個是他們定的 我個人是非常反對 但很遺憾就是當初宣佈五足的時候 民進黨沒有站在反對黨的立場 就反對嘛 也是有點負荷下去 才會找到這麼幾年的結果 但是我要提醒就是說 選完以後 更多的難題才發生 更有所謂災難甚至於財政是災難 一塌五足 所以這個是更值得我們大家關心 正裡面 糟糕